皮尔区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冒充中国警察 专门针对亚裔社区进行电话诈骗的多伦多华裔男子 跟以往的电话诈骗不一样的是 这个嫌犯甚至亲自到受害人家里面去证实身份 而受害人被骗的金额高达九万七千块 警方跟刑事律师都提醒民众一定要有辨别真伪的常识 请看杨洁的报道 家住Mississauga的38岁受害人 在2022年7月接到自称上海海关官员的电话 说他卷入了一起发生在中国的欺诈案件 要求他配合调查 把资金汇到中国 并承诺结案后会全部归还 威胁受害人如果不照办 就会被遣返回中国接受制裁 受害者最初向香港账户发送了九笔电汇 后来开始怀疑并拒绝再次转账 嫌疑人随后前往受害者位于密西沙家的住所 并出示身份证明 自称为中国国际刑警组织的执行人员 嫌疑人向受害者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报案单 并从受害者处骗取了500加币现金 在此之后受害者又发送了六笔电汇 皮尔区警方经过调查 在今年4月17号逮捕了57岁的涉案 多伦多华裔男子吴志勇 他被控诈骗5000元以上 以及通过犯罪获得财产的罪名 有刑事罪案律师表示 以往的电信诈骗 骗徒直接与受害人见面的情况并不多见 虽然警方这次逮捕了一名嫌犯 但相信其背后还是有一个国际犯罪团伙 因此要追回被骗金额并不容易 他这个剧本要编起来的话 也需要几个不同的角色的扮演 他可能也只是个小喽啰 就是说抓到他也不代表就找到了钱 那么这个钱会最终去了什么地方 那真的是可能是在 不同的国家的账户里面可能转几道手 这种在警务合作上面 会造成很大的这种障碍 变化诈骗可以说是近几年 非常常见的一种诈骗方式 那么骗徒的手法也是越来越五花八门 律师表示之所以还是有人上当受骗 就是因为缺乏常识 因此也提醒民众 要具备基本的辨别真假的能力 年轻人居多一点 因为社会经验少一点 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一些 可能从国内刚刚移民过来的 对加拿大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然后还用的是国内的这种惯性的思维 至少就是要知道在加拿大的话 这些所谓的什么国际行政组织 就是什么美国的FBI 或者说其他的国家的 什么这个执法机构 在加拿大都是没有执法权的 批尔区警方目前并没有 公布案件的细节 嫌犯之后将在 布莱特安省法院出庭 数据显示 全国去年因为诈骗 而造成的财产损失 大约为1250万元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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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